我们今天这个脱口秀啊 也是一次首次创办 都是我们格力的 真实的年轻员工 他们没有这个经历 而今天勇于地站在舞台上 来做这一场脱口秀的表演 我觉得精神是可嘉的 那么在这点呢 我也想脱口秀一下 刚才大家都在吐槽阁里 说你听得开心吗 我说开心 因为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 总会遇到愉快和不愉快的 当你不满意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吐槽 我们应该包容容纳他们去吐槽 他们才能够回头再看 自己错在哪里 今天他们在台上犯到最大的错误 就是对格力的不满 为什么 因为是不识报道 那么刚才讲分斗的事情 分斗 开始了 一个一个来 给他爸爸的事 连自己产品都没搞清楚 我们创造了一个冷暖风扇 就夏天吹冷风 冬天吹暖风 他竟然说给爸爸送去一个冷风扇 什么产品都行 为什么偏偏换了一台冷风扇 那就犯了错过了 刚才他们说 我来了五年了 我还没分到房 你要问问你为什么没分到房呢 你怎么能说我不分房呢 我们的梦想就是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拥有一套房 今年我们已经有3700套分给我们优秀的 首先是第一批分给优秀的员工 强调了一下优秀优秀员工 所以把自己也埋坑人力了 当然 不优秀也会给 就是要慢慢等 慢慢等 好吗 那个有点放转 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想讲的就是 我今天通过这个你们赶紧到隔离来 其实我想来不来不是你说来就来的 是用文化来感动他们 让他们愿意来到隔离和我们共成长 谢谢大家 哎呀